老一輩常說不打不成氣 李竸明也欲不著不成氣 哈囉Sky E 還記得啊在我們這個體罰盛行的年代 小時候常常因為做錯事啊 就被老師或是長輩體罰 欸 宇安你有沒有那個經驗啊 就是小時候比較有印象的體罰是什麼 打手心特別痛 喔 打手心就是那種 補習班常常因為分數啊 可能少個幾分 然後就打擊一下那種 然後啊我記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國小的時候有一次我不知道做錯什麼事情 可能是跟同學有什麼吵架之類的嘛 然後我就被老師罰了50個伏地警生 就是大家可能覺得 欸 看我現在這個樣子50個是不是小菜一點 但是要知道我小時候啊那個時候 還沒有開始訓練嘛 所以肌力是非常差的 然後那個時候雖然說是連續做 但是中間會有休息 但是休息的時候呢 老師會不會不讓我下來 就休息的時候我就要一直撐在那邊 就撐著做棒式 然後好的時候再做多兩下 三下之後然後再撐 50下好像做了 反正做了超級久就對了 然後那時候做完了 我整整不誇張 碰了一個禮拜 所以今天呢我們就要來盤點那些 小時候大家受到的替罰 最印象深刻的那幾個 所以今天就請宇安了 幫我挑選了幾個大家票數最高的替罰 好 該準備了很多給你喔 真的嗎一個一個來 你今天就是那個 我是替罰學生的導師 沒錯 然後我就是那個被替罰的調皮學生 然後該準備接收 放我過來 好 第一個是空氣椅的部分 你說假裝一個椅子 然後要半蹲就對了 對 它這個靠牆深蹲20分鐘 喔 靠牆喔 沒錯 要找一個牆面 空氣椅 哇 這個 我覺得這個東西累就在於 它是一個慢慢累積 它不會讓你馬上就很累 但是到後面你要一直撐下去 你就會很痛苦 然後腳往它會一直抖一直抖 然後這個動作呢主要就是 斷電我們的腿前側 骨子肌 骨勢頭 現在已經開始慢慢脹起來 慢慢有那種酸的感覺 欸 這動作其實 非常的變態 它就是那種 看起來不累喔 溫水煮青蛙 慢慢沈慢慢沈 然後已經力竭之後 隔天起來你的腿已經爆痛 20分鐘非常可怕耶 你知道嗎 我 覺得大概 5分鐘應該就很極限了 嗯 而且你又不是那種平常有在練腿的人 你讓一個小朋友 就直接這樣蹲20分鐘 他那種肌肉一定會非常感動 來 這個動作我們什麼攻略可以破解 這個動作你只能盡量保持良好 就整個背都貼著的槍面 你不要在那邊扭來扭去 然後調整呼吸很重要 喔 對 那還有另外一個類似的空隙 它說空隙椅兩節克 這樣子的話它沒有說靠牆有幫你這個空隙有辦法直接做嗎 你說直接來喔 對啊 這動作不太好吧 哇 這動作要這樣子然後兩節克喔 對啊 誰做得到啊 鐵定是中間會我猜會中斷的嗎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體罰這件事情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就是其實我沒有那麼排斥體罰 那個小朋友他還沒發育完全 你怎麼有辦法讓他去做這件事情 而且體罰呢我覺得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是 你要先讓你知道小朋友他錯在哪裡 他為什麼錯 所以你要問他說 欸 老師今天要處罰你 你知道你知道你錯在哪裡 然後為什麼做錯了 所以也會受到處罰 對 但這個處罰真的 適度啊 你看 我也沒做多久會先在喘 唉唷 改一類囉 好 那接下來我們一樣是臀腿系列 半蹲 半蹲一小時 半蹲一小時 不錯 我記得以前的半蹲喔 是你手要這樣 曲伸這樣 這概念你覺得你可以做多久 我覺得 認真講的話啊 極限可能也就五六分鐘吧 對啊 你要說一個小時啊 嗯 一個小時 老師你試看看 這個還不是最誇張 因為這邊後面還有浪漫有升級的 拿水桶半蹲 拿水桶半蹲 欸 我們這邊有水桶嗎 欸 水桶來了 喔 水呢 現在呢我就 磨擬這個 裝了五公升的水好不好 拿五公斤的槓片 哇塞 哇塞 哇 這個真的做了多久 也差不多五分鐘 是齁 因為這個是 五分鐘你就腿跟肩膀差不多就立體 難怪小時候就是要做到哭有沒有 對啊 這個有人說他做了三十分鐘 認真 他說提水桶半蹲三十分鐘 這個其實一把你試看看 你拿這樣子 你有沒有辦法做三十分鐘 其實這樣就很痠 肩膀就已經不行了 像我們這種每天在訓練的 我們一定知道就是分寸在哪裡 大概多久你就會理解 之後真的沒有辦法再做下去 改水桶不要放下我們 還有很多水桶系列 還有這個頂著 水桶半蹲一整絕刻 這頂著應該是頂在頭上的 欸 不然還能頂在哪裡 哇 改正跟剛剛那個比來比較累啊 哇 都很累 我覺得都很累 因為剛剛那個有個好處是 你把重量放在前面 你的重心會比較 可以平衡一點 但這個的話 腿不會更痠 但這個肩膀比較不會痠對不對 喔 對 但是 但是腿最累 超痠的 啊 哇 欸 該還沒結束水桶系列 還有啊 小朋友是不是都很討厭水桶 欸 他說這個他小六的時候 提水桶雙手舉高二十分鐘 提水桶雙手舉高 我知道 會這樣子嗎 我猜應該是這樣子 這個 二十分鐘 我還太久了 我覺得這個十分鐘差不多了 十分鐘差不多 欸 我還很好奇就是 老師這些體法動作是怎麼來的 怎麼想出來的 一代傳一代吧 就是他們小時候應該也是 看過很多這種體法 然後他們就把它記起來 但是 時間我覺得真的都亂抓 應該水桶最後一個系列了 是 整個 手舉 水桶 半蹲 腳夾客本 客本掉下去的話 下一堂課都要繼續 改個深蹲就對了 對 喔 這個很變態 這是今日之最 這個 這個水桶系列 好 休息一下 因為你腳夾其實 你的內收 要特別出力 就是去做 把雙腿夾緊這個動作 所以他會 由內酸到外 接下來還有繼續有 豚腿的系列喔 這個 起立蹲下 一百下 哇 這樣算是深蹲嗎 算是深蹲啊 但是 也有人說他做了兩百下 我覺得 每個人活動都不同啊 所以你老師 你真的要 會幫學生看一下動作 你來啟發他 才比較安全啊 不然你會覺得說 一直要求學生 起立蹲下 要蹲到很低啊 要蹲到很低啊 然後再站起來 然後蹲下 然後動作都跑掉了 然後 背也受傷了 膝蓋 腳步那麼大啊 可能蹲完膝蓋也不舒服嘛 然後就是做 而且像我們來做兩百下的話 感覺還OK 但是我們也有分組做嘛 我們也不太可能一次做兩百下 還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香港的朋友 他說他這個 下課的時候被老師罰 站在那個教室門口上 鋼彈的主題曲 鋼彈主題曲 鋼彈主題曲喔 你會知道嗎 哇 哇我不會 我小時候不看鋼彈的 我居然用肉體派 齊龍珠還可以啊 來兩句 齊龍珠還可以啊 齊龍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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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 就只有這句 好 OK 阿妹阿妹 哈 現在是你很自傲的胸肌系列 胸嗎 沒錯 這個伏地挺身姿勢 撐一小時 除了伏地挺身 還有什麼心力嘛 對不對 多想想一些胸的動作 這個 撐一小時 不可能 分次做 才做得完 那該那如果是做一百下伏地挺身 我測過 我伏地挺身標準的動作大概 一口氣也大概七十幾下 還有人說 他做了兩百下 後面還要再接 焦步蹲跳 還有三百下的 要看一下他們的動作 他們如果真的標準動作可以這樣做完真的很強耶 噢 咦咦咦 這邊有個比較特別 他說他50個 單手伏地挺身 單手伏地挺身 單手伏地挺身是不是很難啊 單手伏地挺身的訣竅是什麼 單手伏地挺身的訣竅就是 你一開始腳可以打開一點 然後重心就轉不一樣 就像你在下去的時候 你要把重心騙到一邊 噢 哇好帥喔 這個可以做幾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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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好五個 五個就差不多了 沒有沒有 欸那是我欸 你一般人 硬一下都做不起來 喔對啦 他哇他單手 體操隊的 他有可能小 小孩子比較能做到 因為他可能比較輕嘛 有這種可能性嗎 對他比較輕套優勢 但是這是一個動作控制 嗯 單手伏地挺身它跟雙手不一樣 它需要很強大的平衡 嗯 核心然後全身繃緊 然後去做 然後重心的轉移 然後 你的胸 手 發力 很難 大家 這個螢幕前面大家可以試試看看 看能不能做到單手伏地挺身 像我們剛剛做了那麼多體擔 有這個空隙椅啊 深蹲啊 獨地挺身這些人 這些都有點太過量了嘛 那以專業角度來說 你有沒有什麼姿勢的動作調整 可以建議給老師 第一個我覺得 分組做吧 然後次數不要太高吧 量力而為啊 我覺得 你要給方小妹 我看他的極限在哪邊 我覺得 你小孩有沒有偷懶 其實 絕對看得出來 但是他真的做不到 真的不要勉強 真的是有受傷的危險 標準動作的話 就多看一些我的影片 以前都講很多了 就很多徒手的動作大家可以看一下 該下一個項目感覺很像是 體育老師會安排出來的喔 體育老師 沒錯 他說 啞鈴臥推15下 機械上斜勿推15下 機械甲胸15下 各四組超級直 這是什麼體育 這是那個健身房裡面會員 然後乳青蛋白打翻了 然後被尋常教練看了 被蔡佑師體育 對 叫來體育就對了 對 接下來下一個跳樂系列囉 跳來跳去的 沒錯 開合跳 600下 600下 開合跳這個動作呢 就是盡量腳先觸地 然後洗背後盡量保持在 稍微微微彎曲的狀態 來這樣子好處是什麼 把好衝做好 然後才不會有太多困擔嗎 對對對 才不會不要踩死 不要踩死 然後腳比較大直 不要蹬到你的後腳 所以你會很不舒服 就盡量 越平和的去做這個動作 越好 現在你覺得這個動作做幾下 是還算合理 我覺得一組六十下 做個五組吧 300下 300下其實 我一整天的 這個訓練就差不多了 確實這樣 因為有人說他做了300下 真的嗎 但他說他是連續做300下 連續做300下 扣蓋子 小朋友做 開著跳 只要動作做得好的話 多做一點點還可以 因為像我們這種大 體重重 反而對於關節的負擔會比較重 所以我們動作反應要再更標準一點 改於這個開著跳跳完 接下來換交互蹲跳 這個有人說他小時候 老實在咬著棍子交互蹲跳 咬著棍子交互蹲跳 腳步蹲跳 我覺得是一個惡夢 只要是蹲低的這種跳躍動作 他對於大骨 他的那種痠疲療感會非常的快 你可以這個動作會受傷嗎 因為他角度大 你蹲下去的時候 彎曲下去 他膝蓋角度很大 而且你對於主懷的穩定度的要求很高 不是不能做啦 就是動作要做好一點 還有一個說 他們國中的時候 班上只要有一個作業的外 就要把交互蹲跳 一直下來 結果他們班 三年大隊接力都灌掉 因為練了交互蹲跳 所以大隊接力變得很強 這個爆發力有什麼提升 還有你說他們被法 交互蹲跳超長兩圈 這個要位移的 這個位移的動作 你有辦法做出來嗎 是可以啊 交互蹲跳很強 這樣比較累嗎 累啊 而且兩圈我覺得 我覺得這又更 更痛苦了一點 因為一個人跳得快 一群人跳得遠 激發你 怎麼大家都還在跳 怎麼都還沒有休息 然後每個人都有同樣的想法 然後他們意志力就會跟著上升 然後他們又在 跳更遠 OK 下一個跳 波比跳 50下波比跳 好 到底怎麼樣是一個好的波比跳 一個好的波比跳就是 大家看我們腰 如果你這樣啊 下去撿了一下 這樣就不好 所以你的核心要撐了 這個 嘿 把腳送出去 拍起來 把腳上進去 很快的 進來 嘿 進來 這個有人說他做 300下 這是有可能嗎 300下 波比跳完了 那接下來是挖跳 挖跳 挖跳 其實 以前 當兵會不會這樣跳 這樣跳 然後一樣也是 繞著超長 這個是不是跟腳步蹲跳 相到的位置很像 蠻像的 就是 因為他一直維持在你一個 膝蓋角度很大的位置 去做 然後你的 足踝真的要非常的強 我覺得好處就是 你的腳踝會變得很強 大腿肌力會變好 但是做不好的話 就是會容易受傷 有人說這個 他挖跳羽球場 30圈 還有人說他挖跳 200公尺 一趟 還有人說他挖跳 超長兩圈 這麼多人可以挖跳 真的 很累 而且看起來都很長的距離 蹲著跳很累 來這個動作 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做得比較輕鬆一點 比較輕鬆 我覺得你要 帶一點 慣性 就是帶一點往前的慣性 對 就是 要往前 就比較快 你要在速度還在的情況下 趕快下一步 下一步一直跳 就是你不要提在原地 你不要 這樣子跳一下 這樣跳一下 這樣跳一下 就你要一直 維持慣性 快速前凳 對 你要一直弄一下 你這樣子會不會很喘 超喘的啊 對 這樣超舒服的 但是比慢慢跳好一點對不對 對 可以比較快結束這個回合 接下來是移動系列 這個 鴨子走路 鴨子走路喔 對啊 哇好懷念喔 欸以前 真的有被罰過鴨子走路 再來這個動作是不是也不太好 這個動作 我想像 跟交互蹈跳的動作感覺是不是很像 但我覺得這個 比跳的動作出來合理一些 就是 它比較好去 真的去訓練到足踝的強度 喔 比較慢一點 對 因為它雖然角度很大 但是它不會有很大的爆發力 但主要就是 腳踝 足踝 足踝 我覺得足踝強壯 對你的生活品質提升非常好 喔 怎麼說啊 你 走路輕鬆了嗎 套腳好痠 這個有人說 他走三間教室距離 應該會好幾趟 還有人說走超賞兩圈 還有人說 走廊十趟 我記得以前 我那時候做的時候 確實是超長一圈 這個鴨子走路這個動作 平常 有可能訓練到嗎 以前 蠻多的 因為以前 健三板不像現在這麼發達 有的就是 徒手訓練 那徒手訓練呢 那些 加強足踝穩定啊 加強大腿肌的動作 不外乎就是那些蹲跳 然後鴨子走路 半蹲 就是這類的動作 對 接下來是核心系列 對 核心喔 哇 練全身欸今天 核心來 有的時候他被把棒式一整個午休欸 他的棒式是哪一種 應該是走生棒式吧 對應該是吧 他就修棒式了 那肯定 累的時候你會下來 這老師 這老師 老師頭轉不去的時候 OK 老師頭轉不去 老師又轉回來了 老師又看別的同學 老師轉回來了 對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哈里哥說這個 國一的時候 拱橋整個午休 拱橋也是核心吧 小時候我確實看過老師 發學生拱橋 老師其實也不太知道拱橋要怎麼做 所以我看過有人拱橋是做這樣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印象 我覺得這看起來也是一個拱橋嘛 但其實我們講的拱橋 好的拱橋 我跟妳說拱橋這個動作其實非常非常的好 拱橋踩地 重心放在腳盒 然後把一個 這樣才是拱橋 推起來 對 沒有啦 你看拱橋有很多種 這是初階拱橋 像這個體操隊 體操隊不是有一個進階 哇塞 哇塞 進階拱橋 這太累了吧 基本上不太可能拔到這個 這太難了 所以一般 我們初階的拱橋就是做這個動作 會不會他們說拱橋是你前面那種正面朝下的 我覺得應該是 是齁 因為我小時候就看過 學生被拔的拱橋就是做不分類的 剛才你說現在這個拱橋是很好的動作 很好啊 他訓練的核心寬周圍肌群往上推 像女生在做凱格運動 男生也要做凱格運動 就是跟這動作也很像 你也可以這樣踩起來 然後夾緊 再下來 所以我來說這動作其實非常好 所以男生女生都可以多多做一下 嘉義 做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這些體板難嗎 我覺得每個都很難 他們難的程度不一樣 應該說每個都很痛苦 但是你要說技術難的話 沒有很難 但是都很痛 很累 很辛苦 再來最後一題是真正難的 這個他說 靠翔倒立半小時 還有說貼牆倒立一個小時 貼牆倒立 在你這個動作你會嗎 喔 喔 喔 我覺得 哇這倒立 嚴強倒立半小時 太不科學啦 這個動作難在哪裡 難在你肩膀負擔很大 而且 你的血壓會只往腦衝啊 是齁 會很不舒服啊 不知道這個人是 這人該不會是什麼接見高手啊 造就了未來的接見高手 就從他小時候被把倒立開始 哇 這個 剛剛你覺得做多久你可以 這個動作 我也不會做太久 大概 我覺得撐個一分鐘就差不多了 我現在已經頭一幕去了 你看看我眼睛應該很冒血絲 這樣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經歷了這麼多高強度的體發 你現在有什麼感覺 我之前有問題去了 我到底錯在哪裡 我覺得很多小朋友被罰我 應該就是 都好累好累 但是 我到底錯在哪裡 他們不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所以我覺得 包裝很重要 教育就是用態跟榜量 然後我覺得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同理心 我覺得你要教會 每個小朋友同理心 這個很重要 你可能霸凌別人 然後其他小朋友 他的感受是怎樣 他會有什麼樣的感覺 我覺得要讓這些小朋友知道 好了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小時候的 印象深刻的體罰盤點 那不知道大家有什麼 不一樣的經驗 都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給我 但是呢 我要知道的是 你們小時候 真的 有做完的體罰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延哥 下次見 掰掰 İzled